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赞医师,你问我答 那么最近呢,1月份的排期表是新鲜出炉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因为EB1A已经开始排期了 其中表A呢,是倒退到了今年的2月 相当于说快倒退了一整年的时间 表B呢,是倒退了半年到今年的6月 那EB2,EB3到EB5 其实新财年排期表开放以来基本上进步 也没有怎么动过 那么EB1A开始排期相当于是 1月排期表发放之后最大的一个新闻了 很多申请人对此表示非常的苦恼 因为他们自己的小孩可能马上就要超过21岁 就是面临这个超零的问题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赞医师你有什么办法吗 超零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客人在申请EB1A或是投资移民的时候 小孩子就已经事发19,20岁将近快要超零 那现在有排期的这个时间不能冻结 所以很可能就会超过21岁 那基本上解决的方式就只有两种 第一就是还是硬着头皮去试着去签这个签证 我们看过MVC和领事馆还是奇迹可能会发生 对不对,可能超零几个月甚至将近一年的这种案子 领事馆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睁着一只眼闭一只眼批准 但是我们还是真的看过,应该超零的小孩还是拿到了这个绿卡 所以这个还是有可能的,当然所有的客人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 全家拿到绿卡了,爸爸妈妈甚至其他比较小的兄弟姐妹 全部都移民到了美国拿到了绿卡 他们也递交了这个I-485调整身份的申请 那么马上1月份就要开始排期了 那他们曾经递交的这个concurrent filing还有用吗? 很多像这样子的客人,他们第一个问题是 我需要离开美国吗?我在美国的时间算是非法的吗? 这些你不用担心,因为你在申请的时候是合法的 是current的,只是现在已关 因为你的案子还没有排到 所以他们不会去处理,所以你的案子就会被搁在一边 那对于你的这样子的情况,你是合法留在美国的 但是对很多客人来说,这非常痛苦,因为他们原本打算申请了EB1A 申请了这个concurrent filing 希望的就是在一年之内可以拿到绿卡,不用面谈 然后可以马上回国,现在抱歉不行了 因为有排期,所以没有人会发这个绿卡给你 所以希望你申请的时候有申请这个765加上这个E311 advance parole 因为这个的话可以下来,下来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来出国 但是你的485案子是会先放在一边 priority date到current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去催移民群去审理你的485 我们在这边想要提醒大家,priority date retrogress这种事情 移民局这种priority date倒退的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次了 每一次发生的时候,移民官看到你的案子只是放在旁边去而已 但是你的priority date current的时候,已经等了8个月,等了一年的 突然间priority date current了,应该来处理你案子的时候 抱歉移民官早就忘了,他们没有任何这个系统会提醒他们 说不定这个移民官也已经辞职了 很多时候这种事情都会发生,然后没有人继续来处理你的案子 所以你的案子要是有retrogress,那你等到current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马上去通知这个移民局 让他们的这个移民官来处理你的案子 好的,张律师,感谢你的分析和解答 那么这个1月的新排期表出来之后 很多的这个绿卡申请人或者说想要申请绿卡的人 他们心里就会有一个担忧 现在这个排期表看似好像真的越来越慢了 那么未来的这整个大趋势会是这样的吗 我们过去30年看过这种事情,已经看过太多次了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趋势 基本上每个客人看到哪一个current就会想去申请什么 过去这三年,尤其是疫情在家里 每次做很多人都来准备做EB1A 所以我们过去这几年已经做了太多太多EB1A 相信除了我们事务所,其他的事务所也是一样 所以变成有这个倒退的这个趋势 尤其是EB5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卡在那里 对不对 所以没有办法很多人只是被逼着 要做这个EB1A或者是EB1C 那么接下来这几年疫情结束了 大家都看到EB1A,EB1B,EB1C都有排期 所以比较少人会去申请,那移民局他们人手处理完这件案子之后 说不定这个就会又会变成current 这个transition period可能会需要一年两年的时间 但是毕竟都会变回current 为什么会觉得只是时间问题EB1的排期最终还是会回归current 我感觉好像这个排期应该就会持续的排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排期这个东西就是如果很多人申请 那国会每年按照法案给的名额就那么多 那申请的人远远超出名额的需求 并且EB1相当于是除了结婚之外 其他类别绿卡申请一直都是最快的那一种 那么它的需求量一直都会在那里 难道不会说一直有很多人申请 但名额每年都只有那么多 像EB5那样后面就慢慢越排越长了吗 一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有很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自己就看到很多了 第二呢,移民局的这个规定跟条件一直往上升 他们越审核越严 我们16年17年那个时候审核的案子 跟现在完全不能相比了 那么要是条件拉高更少人申请 然后又没有这样子疫情的这个帮助 时间变得很充分的话 所以我认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可能会需要三年五年七年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迟早EB1A是给这个少数精英的 移民局他们会想要把这个变成Current 因为要是不是Current的话 大家都需要等那么久 那这个EB1A就等于没用了 EB1A就是需要Current 你对美国有帮助 我们直接发绿卡 你们全家马上过来 要是需要等那么久的话 那就没有等于这个项目就没了 好,赞律师非常感谢你之前的解答跟分享 那其实近期来看的话 排气表还是有这个变长的这个趋势的 那如果很多申请人 他们已经有这个批准的绿卡申请 只是要等这个排气 却想要尽快的入境美国 合法的留在美国的话 那应该要怎么办呢 这就跟做其他的案子一样 EB2EB3就有排气的人 要是有排气想要入境美国呢 就是需要用一个费民签证 先入境美国在这边待 那我们下一期会介绍 所有最常见的费民签证 让大家好好参考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也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